我們來看第二題 它說下列合則可使P 就是上面的點 所成的圖形是橢圓 也就是說 底下的這些選項 自然是橢圓的 自然是一些參數式 這些參數式的話呢 哪一個能夠代表橢圓 我們看一選項是不是橢圓 2-3icida i-cida是實數 可以隨便任何個子 首先這是一個橢圓的參數式 它的中心點在3-2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把3移過去 把2移過去 就變成是 這個是圓 這是x-3 平方 加上y-2的平方 等於cos-cida平方 加上y-3icida平方 這等於1 所以這代表一個圓 它的圓形在3-2的地方 所以它是代表圓的 不是橢圓 所以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看b b這個參數式 x是等於2cos-cida y是等於3-cida y是等於3-cida 因為你把2出過去 就變成 2分x 平方 加y的平方 平方 等於cos-cida平方 加3-cida 平方 這等於1 所以這是一個橢圓的方程式 2的平方 2的平方 x平方 加1分之1的平方 等於1 那因為cida 是從頂到拍 可以賺整個抽情 所以它是整個的同源 所以b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d d 再來看c 看c c這個選項 它說 x是等於3-cida y是等於5-2cos-cida 這也是啦 這把它除過去 除過去就得到 3平方 x平方 加上5-cida 這是2的平方 x2的平方 分之y平方 等於1 這也是橢圓方程式 而且它角度是從0度到 360 所以它也是轉移圈 事實上 這個 這個跟這個不太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什麼地方 這個是橢圓 它那個長左是2 半長左是2 橢圓 你看 當你那個 角度增加的時候 角度增加的話 它x減少 所以它是逆時針這樣轉 轉出橢圓來 這個的話 這個就不是了 這個的話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角度增加的時候 它x增加 但是呢 θ是減少的 所以它是這樣 它 當θ等於0度的時候 y等於0 是x 它是逆時針轉 沒有 它是順時針轉 它是逆時針轉 只是差這樣而已 但是它們都是橢圓的 所以c也是對的 再看看d d這個選項 d這個選項 d這個選項的話 d這個選項的話 是x 是等於cos2 4 y的話 是等於sine 4 cos2 4 這等於2分之1 sine2 4 這樣子 好啊 所以這也是腿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給x平方 加2y 2y就是2分之1 這樣子 然後平方 這等於1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角度 只要什麼呢 只要那個 大等於0 小180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cos27的周期 事實上是180而已 你這個把它帶成180的時候 整個就是360了 等於是轉一圈了 所以的話 它的周期 是180 180就能夠轉一圈了 所以d這個選項是對的 上看e 1這個選項 所以現在的話 只有b是錯的 bcd都對 bcd都對 最好我們來看e 最後我們來看e e這個選項 x 等於cos的 θ的平衡 然後呢 這個y 是等於多少呢 2倍的sine 和cd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然後他說角度 cd是 d等於 2倍的5倍 小的多少呢 2倍的5倍 這個是 佔了180度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我cosm cd可以化成多少呢 化成 1加 2分之 d e加cosm 我用那個半小公式 cosm 平衡是等2分之 1加cosm 所以我就知道 x 可以形 d 寫成這個是 就是 把這個帶進去的話 就變成2x -1 等於cos 然後把這個除過去 除過去以後 是2y 等於sine 2x 那2x的週期是π 這個剛好是π可以轉一圈 那我把平方以後 它那個 橢圓方程式 事實上也是橢圓 怎麼看 2x-1 的平方 加2分之y的平方 這等於1 這是橢圓 可以顯示 2分之1 的平方 x-2分之1 再加多少 2分之1 1 等於1 這是個橢圓 而且它中心點在哪裡 中心點在1分之1 跟0的地方 它長走是2 半長走是2 半短走是1分之1 所以1也是選 也是對的 它也是一個橢圓 所以答案應該選 Vc第一 可以 請問一下 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